主内弟兄姊妹跟来宾朋友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有些人在昨晚的时刻 可能因为要看成绩 所以可能迟睡了 但今天早上还是及时赶到 我们的主路学跟我们的主路敬拜 我深信这个美好的敬拜 神要赐福给我们 Amen 过去好多年前我们教会常年举办这个研讨大会 一届又一届办了五届了 几乎每一届都有请到一位美中不足的牧师 叫做王美中 他风趣幽默 他有非常丰富的信息 一堂又堂给我们讲解 后来就停了停一次 过后我们暂时没有举办 过后就COVID 三年多的时间 大家几乎在尸体上的见面 都感到陌生 包括口罩 大家彼此相认都感到有错觉 因为看不清楚真面貌 但感谢主如今 这个面纱慢慢打开了 心也打开了 感谢上帝 我深信不久以后 我们会继续举办全国研讨大会 当隔壁 这一栋的小楼建好之后 我们重新来服侍宗教会 王美中牧师 宴长 大概好多人对他不会陌生 你只要打开网页 看到他的工作 他这是四海为家 因为他推动好多好多的事工 全世界 几十个国家的踪迹 都在他的带领推动之下 这些美好的事工 感谢神 他在槟城 尽心会神选做宴长 据我所知 如果他再做多五年的话 在华人的神学院世界里面 他是唯一一个 这么长久的院长 我应该没有记错 求神保守他 他的魄力 他的灵力 都是让我们有眼可见的 他这样的服侍 就是为上帝的果 所以今天不但他来 他的得力助手 他的总秘书 他的师母也来了 还有另外他的童工 就是我们的丹平老师也来了 感谢主 那我想今天就让他 在我们当中 把神的话来给我们分享 讲解 王牧师 请 上帝的恩典 何其美好 今早实体中 见到诸位弟兄姊妹 见到王牧师 还有归会的执事 一些熟悉的传道 同工 兄姐们 心中感恩 因为从2020年 一直到现在 能够见面 真的是恩上加恩 上帝的恩与你们同在 感谢主 不可以说是很久 没有见到大家 你说久不久呢 从上一次到这一次 我从五十多岁 变成六十多岁 但是我们的上帝 他没有改变 就在2020年初 疫情一爆发 我在祷告中 我心里边 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个世界要改变了 而且回不过去了 如今应当怎么样仰望上帝 而且从圣灵 寻求圣灵所赐的智慧 好叫我们能够继续来服侍 这个世代 所以就在2020年五月份 神学院跟宣教事工 因为我们是以神学教育 除了本院 还有在几乎十个 超过十个国家 开设许多不同的分院 还有跨文化宣教 在五十多个国家里边 面对一百多个不同的民族 在思想中 上帝圣灵赐给智慧 以至于虽然是疫情的冲击 但是我们的装备 顺炼跟差遣 我们的关怀 没有停止 而且世上哪里发生灾难 因为网络的缘故 我们几个钟头以后 马上就跟他们连结 就带来不止全国 全球各地关心者的 祷告奉献跟援助 那包括了阿富汗 美国撤军以后的难民 我们如今在那边 也建立了教会 建立了学校 建立了社区中心 就在阿富汗和邻国的边界里面 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罗马里亚 合作配达 有一个东欧神学装备中心 他们盖成了一座大楼 负责人说 他们一直不明白 我们小教会 怎么样在疫情里边 要盖这个大楼 但是一盖完 他们就明白了 因为乌克兰的难民 逃到罗马里亚 他们用这栋大楼 收留收拢了 许多许多乌克兰的难民 如今一些在教会里边 敬拜侍奉 一些在难民营 他们也继续地服侍他们 上帝他不会出错 上帝他掌权 所以在乌克兰 在土耳其 在叙利亚的地震之中 我们都看见 上帝使用我们 小小的一个团体 在槟城这个小岛 能够成为世界上 苦难大众的一个祝福 我也祷告 让贵教会 继续走下去 新唐建起来 在上帝的恩典跟荣耀之中 你们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而我与你们同工 也与你们同感恩 今天的题目是 不怎么样 拆钱我 那么这一段经文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那时耶稣基督他 被钉死了架 我们知道 门徒们都十分惧怕 躲在房里边 门都关了 而且这里也说 他们怕的是犹太人 怕的是自己人 是受到自己民族的一个对付 在信仰上的不同 以及他们离弃了那一位 为他们而降生的基督的缘故 那么他们要弊驳 所有跟从基督的人 就是同胞们 配合政权 配合许多的势力 来针对着当时小群的基督徒 他们的救主 离他们而去 他们十分惧怕 躲在房里 门都关了 但是 复活的主没有离开他们 他就显现 站在他们的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刚才我们崇拜一开始 主席也是用这句话 而这句话也是由牧师们 每一次在讲台中 直接间接 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只要带给会众 教会弟兄姊妹 也是带给这个分乱不安的 这个世代 因为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就是从主而来的平安 代表着自己内心的安静 内心有的依靠 内心有的归宿 也代表着自己跟上帝创造的主 救赎的主 将来审判的主之间的那种关系 以及在这个平安之中 我们能够跟人也有正确的关系 所以如今在基督的面前 我也愿你们平安 有这样的平安 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 在自己的里边 有主的平安 世上是有患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有平安 昨天我们几乎失去了平安 六周的大选 一些人的内心被牵过着 包括着我自己 但是上帝祂是掌权的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没有头 那么有一些是有特殊的原因 有一些知道圣卷在握 有一些人是我一个朋友说 傻 华人傻自己的前途 让别人为他们决定 另外一个人说不是傻 是懒 懒得出门 一些是 所以没有淹到自己家门口 自己就不觉得是有严重性 但是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即使是在这样一个 政治的动荡的里边 我们十分 十分 十分求上帝 要赐给马来西亚 能够有个繁荣跟稳定 而且在信仰上 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是一段很长的路 似乎是不可能的路 但是在上帝 他凡事都能 我们继续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国土上所有的国民 祈求主帮助 让更多的人 包括更多的民族 能够尊他的名为圣 也让神的国降临 在地上 包括马来西亚土地 愿意上帝的旨意 他的道 他的真理 行在这块土地上 行在世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马来西亚有平安 主说愿你们平安 然后说了这话 他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那么这个当然跟夏文 是有关系的 因为夏文 多玛 他不相信 多玛说 我除非是不只看到 亲手要摸到 他的钉横手 还有被枪锁伤的肋旁 我才信 但是一开始 我们感觉 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就是这位复活的主 为他们死 也为他们活的这位主 他把肋旁给他们看 因作他的肋旁所流的血 他的手脚 他的头所流的血 他身上的偏体鳞伤 我们才得了一致 也因作他所受的刑罚 我们才有这个平安 一切都因为主 都归于他 所以荣耀也归于他 颂赞也归于他 而我们在地上 也是继续的来依靠他 因作他我们感谢主 那么他们看见了主以后 他们十分的喜乐 你看见平安带来喜乐 而喜乐就是我们 活在地上的力量 靠住喜乐 我们也不要靠选举 也不要靠经济 不要靠股票 有一些人因为投资太多 整天看股票 结果太太就买咽说 你只知道股票的行情 却不知道太太的心情 你的喜乐 随着环境的改变 常常就这样逝去 因为你的喜乐跟平安 不是建基于基督 你对他的信心 但是门徒就在这里 第一次首亿复活了的基督 他们有了平安 他们有了喜乐 诸位 疫情夺不走主所赐的平安 疫情夺不去 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 其实人生里边虽然有患难 但是你对主真的有信心 信心能够得胜一却 而且得胜有益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之后 他说 父怎么样拆遣了我 也照样拆遣你们 父怎么样拆遣了我 也照样拆遣你们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父怎么样拆遣耶稣 而他要怎么样来拆遣我们 当我想天父怎么样拆遣耶稣基督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了 已经读了两次 有关于以父所书的第二章 因为以父所书第二章 是这一段经文是最美的 被称为最接触的 最优美的 最精彩的系统神学中的基督论 短短的几行字 把耶稣追到同天到地 从地又到天 把他的神性跟人性 和他所做的一切 就在几节经文之中 这么样清楚具体的 成名出来 我们感谢主 因为他虽然是神 他愿意被拆遣 来到人间 太初有道 道是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但是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是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当我们看见基督耶稣 怎么样被拆遣的时候 我脑里边出现了几幅的画像 他是被拆来到伯利恒 来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城市 但是却是被主所纪念的一个城市 早在就业许多的预言当中 已经提出将来那位王 必然身在伯利恒 不身在其他的大城 就是在这一座主 特别所选中的小城 所以根据做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见月色跟玛利亚 怀胎的玛利亚 灵盆在居的玛利亚 就是按照圣经的预言 来到了玛利恒 那我们就有了圣诞节 我回想起我年轻的那个时代 我每次都要补充一下 我现在并不老 那个时代没有multimedia 没有新媒体 所以圣诞节的时候 主日学生的表演 很多唱歌 还有很多就是演话剧 那圣诞节一定要演的 就是耶稣降生祭 找一个最斯文的小弟弟 做月色 找一个最娇美的一个小女孩 做玛利亚 然后一个小枕头 就挤到他的衣服里面去 找一个小胖子 画了两道胡子 他就是那个店主 那么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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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 最后找到了找到了这一家 以为是有希望 门一打开 小胖子就那边摇摇头说 没有地方 然后最后就来到一个麻朝 把枕头落下来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第一个经历最卑微 其实甚至还没有降生 就要降生之前 面对这个世人的一个象征性的代表 就是没有地方 No place for Jesus 他被拒绝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经历 就是被拒绝 也代表着我们拒绝了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同时我亲爱的诸位弟兄姊妹 当你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第一个经历 就是被拒绝的时候 那成为了你人生中 忽时忽刻的一个安慰 特别是你也经历过被拒绝 一些觉得我是被这个世界拒绝的 一些觉得我是被父母 被兄弟姐妹所拒绝的 被同学被老师拒绝的 被老板被同事所拒绝的 甚至有一些人觉得 他是来到教会被牧师拒绝的 在神学院被院长拒绝的 你被你所爱的人所拒绝 但是这位被拒绝的主耶稣 他最能够成为你的安慰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被拒绝 父怎么样拒绝主耶稣 我看到了第一波图画 就是耶稣基督他生长的地方 降在伯利汉 生在拿撒勒 这一切都在旧约的预言之中 因为上帝的预言一点都会出差错 今天好多所谓先知讲预言 如同丧命先生一样 猜一猜 如果猜不中 他就不说了 他说别的了 但是圣经的预言是100%都会应验 那才是整的预言 耶稣基督就在拿撒勒 过了30年 他成长的地方 对于拿撒勒 如果你去过拿撒勒 你很喜欢看一看 这个木匠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我刚刚就上个月 师母我们到华盛顿去 那边有一个很新的博物院 那华盛顿有很多博物院 很大的博物院 那么这一个新的博物院 是圣经博物院 刚盖成不久 一共去成龙 我以为是小型的 原来是跟各大博物院相比美的 那其中有一大片的地方 就是把拿撒勒的那种的民居生活 把它还原 我们在圣经里面对拿撒勒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当有人在传讲耶稣基督 所行的义难 所讲的道的权柄 所做的一致 但是有一句话出来了 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 那些人拒绝耶稣 那些人再次拒绝耶稣 乃是因为他的身世和他的背景 他的出生 你的出生 你的身世 你的过去 也被人论断过 被人伤害过 而且以此继续在你有生之年 不断的伤害着你 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 但屈不知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边 就要写明那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 而不是出于我们吗 我们还有一句话 叫做本地将不辣 我自己是槟城出来的 生于槟城 会不会死于槟城我不知道 因为死的地方让上帝决定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被呼召来侍奉主 摆在前面何尝那么大 但是我的整个基地还在槟城 侍奉从念神学到现在 40年的时间在槟城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耶路大学 做一些研究 耶路大学旁 有一个晚上 有一个聚会 我讲完以后就有问题解答 第一个问题偏偏问这个 他第一个问说你是哪一间大学毕业的 你大家想我们这里是耶路 如果你不是耶路 你是哈佛 要不然就是牛津 要不然就是剑桥 那个时候我看着他 我说我是马来西亚 金星会神学院毕业的 蛮有权柄 因为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边 显明了莫大的能力 因此很多人就更加认识马来西亚 金星会神学院 一些人是以你的过去 你的背景来论断你 但是上帝却用我们的过去 和我们的背景来彰显他的恩典 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 因为我在哪里软弱 我就刚强 是因为主的恩典而刚强 Amen 所以我60岁生日的时候 不是今年 因为我60多岁 那么同工们帮我收集 收集一些言论等等 写作那么一本书 想要放什么伟大的题目 我说这个题目就叫做 美中不足更感恩 因为我知道我的缺乏 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让我更加感谢上帝的恩典 因为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不是什么 不算什么 也不能做什么 拿上了感谢上帝 然而另一部图画出来的 就是约旦河 你记得约族基督 要出来侍奉之前 在整个的犹太的文化 信仰的文化当中 他要接受一个洗礼 他来到约旦河 那个时候施洗约翰 在为众人施洗的时候 他来到面前要接受这个洗礼 施洗约翰看见 施洗约翰战斗 战惊 不愿意 因为施洗约翰觉得 是你为我施洗 不是我为你施洗 因为我就是弯下腰来 为你解邪带 我也不配 但是这位被拆遣的主耶稣基督 他说什么 他对约翰说 你占却许我 岂不知我们都当尽主般的义妈 你占却许我 按照我的身份神的儿子 按照我的身份世人的救助 我是不需要弯下腰来接受这个水里 在一个罪人的手下 但是为了敬诸般的义 为了成全上帝这个救恩的一个展示 为了给后来的人知道怎么样继续走这条真理的道路 我愿意做这个示范 这个也包括了他怎么样拿起毛巾弯下腰 为门徒洗脚 你暂却许我 岂不知我们当尽主般的义妈 所以我 你 我们许多人 很多时候在人生在侍奉里边 我们觉得我 你怎么要求我做这个 你怎么要我做这项 你可以叫别人做为什么是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 是这样被拆遣的时候 我们愿意弯下腰来 我们愿意拿起我们的毛巾 我们愿意接受甚至是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 接受他给我们的服侍和祝福 因为我们尽主般的义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这样 谦卑的受财钱 然后 另一幅图画出现的就是加利利 如果你到圣地游的话 好多景点 其中一个精彩的就是在加利利海 在那边乘赞美船 这个是多年前的 那一幅就在赞美船之中 那么是很美好的一个经历 因为圣经中平静风浪等等那些景象 都会出现就在那一刻 我到加利利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会寻找一些象征加利利 特别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海 四周围的那些图案 因为四周围图案的标志 都是耶稣基督他行神迹最多的地方 就在加利利四周围 你记得其中有一位 患了多年血漏的女人 找医生 找专科医生 找什么医生都不得一致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在许多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苦 对不起 一些人是在医生手中受苦的 一些医生是帮助人解决痛苦的 但是一些医生是让病人受很多苦的 圣经说他在医生 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结论 病却没有好转 绝望了 看见耶稣 听见耶稣 他相信耶稣 众人都在行走加利利海旁 都跟着耶稣 拥挤耶稣 他说我要耶稣 我只要耶稣 他是我唯一的盼望 如果我一摸到他 只要我一碰到他 我就有失望了 就在众人拥挤之中 这个妇人用尽了力气 用尽了方法 十分不容易 她伸出她的手 她伸出她的手 她碰到了在行走中的 耶稣基督的一伤 耶稣基督顿时觉得 有能力从她身上 从衣服流了出去 神学问题 那么多人拥挤耶稣 碰到耶稣 为什么耶稣都没有能力流出去 为什么这个妇人 一碰到耶稣 能力就从耶稣 透过衣裳流了出来 你呼叫耶稣的名字 你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 你求主的遗志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在空气之中 你的祷告有在主哪里吗 你有那个信心的祷告 是主的能力 那个流到你生命中的这种 信心的祷告和连结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今天仍然是行神迹的 主耶稣基督 他也在期待在等候 像不人一样的信心的仰望 可慕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是你的盼望 是我的盼望 是我们的可慕 是我们的追随 是我们的依靠 耶稣基督就在 科西玛利言这幅图画 祂祷告 汗如雪一样滴下来 祂祷告 倘若可行 求将这杯苦被挪去 求将这苦被挪去 在神性中 祂知道会发生的事 在人性中祂也知道 但是人性中 有人性的一种表达出来的挣扎 因为那是神的儿子 所不当经历的 但是上帝就是把 不当的摆在自己身上 为了你和我的缘故 祂是为你而受鞭伤 是为你而受刑罚 让你得平安 让你得一致 主啊如果可行在人性之中 挣扎中祂这样祷告 但是祂深深知道 主的意思 父的意思 祂完全顺服 所以接下来祂说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是只要从你的意思 祂是这样的顺服才前 也是你和我如何顺服 在人生之中 对身体 对家庭 对人生 我们对主啊 主啊如果可行 将这苦被挪去 我不要这苦 这苦太痛了 这苦甚至有一些的耻辱 但是主如果这是必经之道 如果这必是你呼召我要尽力的 如果这杯真的是你要我喝的 我虽然祷告 主啊倘若可行 求你将这杯拿去 然而我也愿意祷告 只要顺服你的意思 不要依从我的意思 你愿意这样来跟随吗 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气绝 最大的痛苦在十日加上 手被钉在木头上 脚被钉 被举出来 整个身体的重量 依靠两根三根钉匙 只趁重量下垂 拉伸 拉伸 拉扩 三口 每一分钟 还要呼吸一次两次 每一呼 每一吸的牵动 胸膛要起 要腹 要起 要腹 整个痛楚神经 来到一个不能够容忍的地步 而且是临时的死刑 六个小时之久 耶稣基督没有逃避痛苦 他可以下来 当有人这样挑战他的时候 他还可以派天使天君 灭掉一切的恶人 和一切胡子的人 但是因为救恩的成就 他必经着痛苦 一分一秒 那许多的痛苦跟流血 他为你而经过 而且 不只是身体的痛 我在皇帝刚圣彼得大教堂的顶楼博物馆 看过一幅耶稣基督被钉十日架的花像 据说那是最能够还原当时的处景的一幅画 而那一幅耶稣基督在十日架上被钉受苦的时候 他身子上是连一块遮羞布也没有的 这是真实的罗马的十日架刑法之道 在众人面前 在敌人面前 在他所爱的人面前 在他所帮助那些妇女的面前 他是齿啰啰的 他受尽羞辱 身体之痛 情绪之痛 和属灵之痛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世人的罪就在他身上 一下子他跟神隔绝了 是为你 是为我 他彻底的被拒绝 你看 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第一个经历 是被拒绝 一生之中的服事 虽有欢乐平安 但是还是被胡子的人拒绝 甚至出卖他所爱的人 成为最伤害他的人 来到最后的时候 更是彻底的被拒绝 门徒们也都跑了 许多躲在房里 门都关了 我们读到了 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受拒绝 你愿意这样的被诸拒绝吗 因为耶稣基督说 父怎么样拒绝我 我也照样拒绝你 为我忍受孤单 为我忍受拒绝 为我忍受羞辱 甚至为我面对各种的责难 患难 但是我的平安与你同在 我的喜乐也与你同在 而你所经历的喜乐 是那些以为靠着环境 靠着个人的聪明智慧 甚至恶人的计谋 能够得享乐的人 所没有的平安跟喜乐 你愿意受拒绝 而且这样的去经历 主所应许给你的妈 然后我们知道他复活了 从各个他的十日假 到空的坟墓 空的坟墓给予我们生命 给予我们盼望 疫情期间 我们有亲人去世 我们有牧师 有长老 我在威尼斯的长老 我在马其顿 福音联合会的会长 我跟他合作计划 是在马其顿建立一百间教会的 但是在讨论 讨论进行一半 他就过世了 但是我们宣教植堂 没有停止 疫情之间建立了四间教会 植堂运动在马其顿 继续在开展之中 空本护耶稣的复活 所给予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去执行 他的大使命 去使得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不是靠你自己 是靠主 不是靠你这个软弱的生命 是靠这位复活主的生命 我们也看见复活的主在显现 在约翰婚姻里边 最后一次的显现 在提比利亚海边 那个时候 当门徒昼夜劳力 补不到什么 听到声音 把网杀在右边 拿起来153条大鱼 听到说是主耶稣 彼得马上跳入海中 有的人说 为什么彼得马上跳入海中 一些人说是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主 没有地方躲 就躲在海里 一些人说 因为他赶紧游过去 要见耶稣 不论如何 他最后上岸了 带着忏悔之心 休止之心 来到他背叛的耶稣的面前 但是耶稣就在他面前 你读约翰福音 最后一章 在那边烤鱼 为他预备早餐 回来吧 弟兄姊妹 回来 回到主这里来 虽然你惭愧 虽然你对不起主 但是主 要你回来 回来教会 线上的回来吧 虽然你对不起主 人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主 主没有对不起你 回来吧 回来吧 牧师这次通工们 会喂你一杯早餐 回来吧 耶稣说 你爱我吗 最终最终 还是这个问题 你爱我吗 忧愁 但是感谢主 我们肯定 耶稣爱我 我爱他 你是胡说不止的 你知道我爱你 为着彼得这个处境 在疫情之间 我写了很多诗词 其中 大概有 二十个 有了篇区 其中一个就是 有关这个处境 或者之后 我给你们同工 同工可以 在小准发给弟兄姊妹 听一听 题目叫做 我愿意 爱你 你愿意爱他吗 去牧羊 主的羊 特别是小羊 在无损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 我去 圣灵就来 我去是跟你们有意 因为我不去 圣灵就不来 我去 圣灵就来 圣灵来了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到能力 要在本城耶路撒冷 要在本国有来全地 要在邻国撒玛利亚 要到地级去做我的见证 在马其顿 我去了四次吧 马其顿 Kosovo 欧洲最回教化的国家 96%回教徒 我们把福音也带给他们 Kosovo人 马其顿人 对我 对我们说 两千年前 保罗听见了 我们所带出的呼声 请过来帮助我们 他来了 今天两千年之后 我们对华人教会说 请过来帮助我们 感谢主院长 和你的同工们听见了 有没有更多华人教会听见了 请过来帮助我们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界的目的 他受差遣的目的 他如今也是这样 差遣我们去 使到万民都要做主的门徒 而你不孤单 因为圣服主而去的人 主就与他们同在 主的圣灵也与他们同在 然后他升天了 他升天了 他说你们不必忧愁 因为我去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在我父的家 有许多住处 疫情之间 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人先回去了 但是上面没有爆满 还有空位 我们感谢主 因为在我父的家 有许多住处 没有福利部 但是几时去 倒是挑战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你几时去吗 谁先去 你跟你太太商量过吗 谁先去 有一次我的秘书说 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 和他的助理想要来探访神学院 我们能不能够接待 我说好啊 接待他来 那么也让他在早上的早会讲到 他礼拜一到礼拜二早上讲到 我跟师母就接待他跟他助理 去吃了一个晚餐 吃晚餐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明天你要我怎么样介绍你 他就说 你就介绍说 我很爱我太太就可以了 我说OK 好 我们就上聊车以后 我坐在教授房这边 我师母坐旁边 后面是教授和他助理 然后助理就跟我说 两年前老教授的太太去世 他不能够出来 情绪不能够出来 关自己在房里不能够出来 两年后终于出来了 他愿意继续再来服事 老教授不能够接受 因为他一直觉得 是他自己先去的 不是太太 所以太太先去 他一下子接受不来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向左看一看我太太 我们拭目眼神交界 传达信息 信息是谁先去 你看看你太太一下 交流一下 谁先去 我跟我太太结婚34年 我依从圣经的教训 爱记者 如同爱自己 超过爱自己 我盼望他能够健康 青春漂亮 一直到90岁 像沙拉一样 还有人要追 但是他告诉我 你不可以比我先走 因为在个性上我比较坚强 在个性上 他说他先走舒服一点 但是这个怎么答应 怎样答应 不能答应 你们有没有商量过谁先去 你们说一起去 那你的孩子就说怎么一起去 一个一个来慢慢来 顺服 上帝要谁就要谁 顺服 顺服 当你顺服的时候 就有主的平安 你不顺服永远没有平安 你顺服 你就有平安 你交托 升天 那个是给世人的盼望 也是给我们的盼望 那个是他拆遣 拆遣以后 所完成的救恩 不只在地上 更在天上的永恒 那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如今也受拆遣 为他而去 而我们不孤单 我在整个侍奉里面不孤单 有的人说神学院 是很难做的 但是不是我自己做 我有同工 美好的同工 团队 弟兄姊妹 我有上帝 我有圣灵 我有主耶稣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为我祷告 只要我知道 我相信这一点 有什么难题 我们不能够面对 我在神学院 是奉三十年 之前是做牧养 和开放建立教会 做了两年 就做了大院长两年 所以四年后 做正式的院长 如今做了正式院长 二十六年 当时多么年轻 现在还是年轻 因为我的主在上帝的右边 为我祷告 我深信 所以那个祷告就有效力 你的主 不只为我祷告 也为你祷告 你信吗 你仰望他吗 他就坐在 上帝宝座的右边 为你祈求 你看见了吗 父怎么样裁浅我 我也照样裁浅你们 我们竟然是照样 像主耶稣一样被裁浅 在这个世上来做见证 还有比这个荣耀的托付吗 这个使命 是给这个时代的你 被拒绝 主被拒绝成了我们的安慰 至于卑微的地方 被人拒绝的地方 我们期待有信心的会众 但是很多人让我们奢望 我们祈求侍奉主 我们祈求跟随主 我们祈求没有痛苦 但是如果 需要喝着苦杯 我们就顺服喝下去 主的平安 仍然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受的 能够超过主在 使律家上所受的吗 你爱主吗 你愿意跟随他吗 父怎么样裁浅我 我也照样裁浅你们 这个使命给了主 主说我给你们 有谁愿意 谁就领受这个职份 有谁愿意就有这个身份 有谁愿意就有这个部分 你愿意吗 拆遣到福音的合场 宣教的合场 拆遣到牧养的合场 一个群群羊带目 拆遣到那弱势群体之中 拆遣到职场 因为纸最精密的所在 需要真理 需要生命 需要道路 拆遣去到政堂 去到政治 因为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需要有愿意对政治 更关怀 更参与的人 因为马来西亚在前途抗议 你愿意受裁浅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 我请求主 这位财遣的主 也是奉财遣的主 与我们同在 祂愿我们平安 感谢主 我们愿意为祂而活 我们愿意以爱来回应祂的爱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对主的主 我愿意 主 你问我爱你吗 你知道我曾经让你伤心 但是你接受我 你为我预备了 预备了早餐 预备了午餐 预备了晚餐 预备了宴席 我愿意爱你 你说主 我愿意奉你采迁 在你要我去的地方 在合场 在职场 福音的使命 或文化的使命 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一生活着 仰望你 活出你 知道 知道 我能够祈祷天上 你为我预备的地方 你愿意吗 我要为 你们祷告 你愿意 你心中有这个感动 愿意回应的 无论是 刚才所提的那一项 你可以站起来 回应主 说主 我愿意 我愿意爱你 你站起来 我愿意爱你 主 我愿意 让你采迁 在职场 在合场 在任何地方 我愿意 你可以站起来 我为你祷告 你说 我愿意 主 我愿意 顺服 生命长短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愿意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 活出 你的平安 喜乐力量 因为这个地上 有更多人 需要平安 喜乐 跟力量 我愿意 受你采迁 做你的见证 愿意的 站起来 我们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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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父神 我们谢谢你 采迁耶稣 而耶稣基督 祂顺服 我们也感恩 主竟然 不嫌弃我们 祂拣选了我们 祂也如今 拆遣我们 主我们愿意 接受你的拆遣 属于你 完全属于你 活出你 拥有你 保守我的弟兄姊妹 接下来的岁月 让他们经历 你更亲密的同在 让他们更知道 主 你让他们在地上 以下光阴 最神圣的目的 拥有的托付 给这个时代的我们 我们不配 但是我们感恩领受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请坐